业究竟是何方神圣? 在佛门的世界里,业这个词相当种礼,原意即行为或造作。 凡事出于身、口、意的有意行为,不论善恶,均可纳入业的范畴。 比如,修净土法门修成正果,便为之敬业大成。 众生皆有业,有业便有业报,我们常说佛有报身,那便是佛在成佛前修善所结之果。 有趣的是,业并无自信,乃是因缘所生之物,也可视为一种假设, 它包含业因与业报、事相,是形成特定事态的自然机制或法则。 业又细分为善业与恶业、罪业。 佛教认为,众生因无名而造业,无名即缺乏智慧,本身并无善恶之分。 因此,善恶实为相对而言,如同我们在佛菩萨面前显得恶,在地狱众生面前却显得善,若以佛为参照,连菩萨也显得有瑕疵。 唯有成佛,才能彻底扫除无名,真与至善。 佛门的善含义广泛,凡有助于正德菩提的皆为善,远不止是俗伦理道德那么简单。 相对而言,众生的无名程度各有差异,大会根、大善根与大裂根者皆为少数。 大多数人本性善良,只是尚不足以挣脱生死轮回的汪洋,故需如法修行,以消夜除账。 罪业,泛指一切不良业力与习性,不过是通往菩提道路上钻石的绊脚石。 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握并改造心灵。 宇宙间并无凌驾万物之上的审判者与执法者, 含有罪业因素的心识会自然而然吸引一些负面事物,极为果报, 如同电脑储存了不良信息与程序,自会引发相应的问题。 只要洗净,净化心识中的业因,自然不会有业果相应。 诚然,业无自信,善业亦不可过分执着。 然而,善业乃一切之根基,是转化恶业,累积智慧资良的关键途径。 在世俗社会与各大宗教中,善君被视为道德伦理的经科玉律。 基督教弘扬博爱、和平、鼓励爱心、善行与宽容, 道家向往天人合一、清静无为、追求太平、救世纪人。 佛教则倡导,众善奉行,利他利己,是人我一体。 无论通往天堂,成佛,问道,皆以善业为根本。 正如道家所言,善为入道之机,不可不积善。 抛开世俗道德伦理的需求不谈, 积善有利于修行清静无碍, 是修行成功的必备资本与手段,而非终极目标。 故而,善业、罪业、魔性等,皆为暂时状态,皆可改变。 既然一切无自信,从这个角度而言, 罪业、魔性并无可怕之处, 仅是通往觉悟与智慧之路的临时障碍, 可能削减我们在世俗生活中的福德, 但绝非固定不变。 通过努力,人人都能减少障碍,增长智慧与福报。 修行的本质,便是竭力创造条件, 减少障碍,即消业,洗刷心性, 清除一切不良业障,持续积累善会资本。 消业极为灭罪,首先远离罪恶的业因, 罪业产生的源头,其次不受罪恶的事项,火爆。 究其根本,无论是罪的业因,还是善的业因, 关键在于我们对心灵的把握与改造。 心存罪恶的业因,必有罪恶的事态相应。 华言经云,罪性本空由心造,心若灭时罪一亡。 罪心消亡,罪的是相便无处滋生。 无此心时,便无此事果。 因此,从终极意义上看, 当我们完全转时成智,成佛之时, 便是彻底消业,彻底灭罪。 日常生活中,一个人若能敌清行为、心灵与思想, 便不会有太大业障。 即便业障深重, 我们仍可通过转时成智奋力前行。 前文提及, 第八时如同生命活动的隐形总指挥, 生生世世伴随我们左右。 有时,我们会鬼使神差地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行, 如同莫名喜欢或讨厌某人, 皆是第八时在作祟。 它作祟时需依托第七时与前六时显现, 只是我们往往未能正确觉察与体悟。 它如同一种波段或频率, 当时间、地点、人事等因缘成熟时, 可能会感应到正或负面信息、状态, 引发好事坏事、火爆。 这就是八时种性与线形交相熏染, 种子熏线形,线形熏种子, 循环往复,无始无终。 因此,我们身处夜海, 唯有如法修行, 方可挣脱业力束缚, 自主生死, 智慧解脱。 永远铭记, 我们随时可以从当下做起, 因第八时能熏, 我们可用善的信息去熏染, 改善它。 在第八时对应事项的显性与隐性之间, 不仅有无尽地改过自新机会, 更有无尽地修行成功机遇。 世上并无一成不变, 独立存在的事物。 心灭之后, 即转时成智, 夜阴随之消逝, 人自然趋向吉祥, 远离灾祸, 仿佛连接了一种积极的能量场, 信息场。 一颗美好纯净的心灵, 自然与祥和之物相呼应。 只有那些伪气功或邪教的荒诞言论, 才会过度渲染人的障碍, 将罪业描绘成一种实体存在, 声称恶魔, 勇为恶魔。 然而, 一个心正之人, 定能百毒不侵, 百邪不染, 因为他妥善掌握了心灵, 也就掌控了自己的命运。 我们本就具备一切可能性, 只要我们奋发向上, 如法修行, 积累足够善会功德, 去证无真如实性, 何来罪业, 善业的虚妄之分。 业力是众生于六道轮回中, 不由自主, 生死无常的驱动力, 无论是堕入地狱, 还是升入天堂, 皆是相对而言的暂时现象。 而我们自己, 才是这一切的创造者, 见证者与承受者。 当一个人的心时, 达到无漏善, 极致善, 彻底的善之境, 便是彻底灭罪。 正因为我们不完美, 才需要修行, 才需要灭罪, 才要全力以赴寻求进步。 因此, 修行者无需恐惧罪业, 不必将其想象的玄妙深奥, 更切记听信邪教法师威言耸听之词, 说什么我们的罪业, 已重到无可救赎, 唯有靠它们帮助消解大部分, 否则它们能将我们神行俱灭, 甚至可以取消世界末日, 或将其推迟, 试吻, 真有这样能够主宰我们, 乃至整个世界存亡的全能主宰者, 创造者和操控者吗? 物质与能量的本源, 又是谁发明创造的呢? 我们的真如佛性, 恒常不生不灭, 它就是本质的本来。 生灭无常的仅仅是我们的生命形态, 此形态亦被称为报身, 由业力所决定而显现。 实际上, 我们与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体的, 所谓的罪业与善业, 不过是与报身的生灭相伴随的现象, 同报身一样并无永恒不变的自信。 佛门弟子应当铭记, 我们的真如实性与世界, 与诸佛同为一体。 所谓灭, 实则是创造的另一面。 但谁是那创造者? 又有谁是创造者的创造者? 万物的生灭, 不过是现象与表象, 世界本就处在不断的运动, 变化与发展之中。 遍及宇宙, 穿透虚空, 涵盖所有空间, 我们原本就存在于其中, 又何谈灭相何处? 邪教的种种歪理邪说, 无非是企图人为的, 为我们打造一副精神枷锁, 利用人们对于痛苦的恐惧, 对消逝的惊慌, 以及对肉身形态的过度执着, 尤其是对五蕴, 我的执迷不悟, 编造出的虚妄之物。 世界遵循其内在规律自然演进, 真的有那么可怕吗? 即便是杀戮无数的大魔头, 只要放下屠刀, 忏悔罪业, 一心向善, 同样能够顿悟成佛。 因为, 一切魔障本质上, 皆是通往菩提的魔力。 本人向来对鬼神之说敬而远之, 对于魔亦无所畏惧, 身知众生平等, 与诸佛无二。 身为尘世一介凡夫, 受限于智慧与觉悟不足, 加之格式之谜, 我仅知晓地球生命这一形态的运作方式, 以及因无名所造诸业, 导致我在轮回中受报, 生生世世, 曾在不同业力所对应的诸多空间流转无数轮回。 幸亏承蒙佛菩萨弘法之恩, 或曾在前世聆听佛法种下道众, 或曾修正佛法只是当时不够勤奋, 未能成功。 如今, 这颗八十中的种子再度成熟破土, 我又踏上修正佛法之路。 其实, 每一个人心中都藏着这样一颗种子, 或深或浅, 但无论埋得多深, 障碍多大, 终有一天, 它会如期破土而出。 众生皆具佛性, 自性即佛, 这已然决定了我们的一切机制与属性。